大家好,我是阿和 现在是我们写作课的第二节 那么这一节呢,我主要想给大家讲 如何写出一篇有血有肉的好文章 也就是我们的主题是好文章 那么关于这个主题呢 我是想从写文章如何梳理好逻辑框架 如何整理叙述方式 如何打造有吸引力的好文章 等这些方面来给大家去展开讲述 同时呢,写文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选题 那么选题的话,我可能会调到下节课 或者下下节课,再给大家重点说一下 因为选题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这节课的话,时间可能有点来不及 那么既然我们的主题是如何去写出一篇 有吸引力,有血有肉的好文章的话 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如何让文章能够吸引人看下去 我认为一篇能够吸引人看下去 而且能给人带来收获的一个好文章 有四个基本标准 首先我们要了解到底什么才算是一个这样子的 符合这样子的一个规律的好文章嘛 它到底有标准吗?标准我觉得是没有的 但是我们自己可以有自己的标准 那么有四个基本标准是我自己给大家列的 那么下面我给大家来去做一个 我的看法的一个基本叙述 第一个是句子好看 任何一篇好文章 我觉得因为文章它毕竟是由句子组成的嘛 你如果句子都不好的话 很难说这篇文章它就是一个好的文章 关于如何写出好的句子 当然上节课我也基本给大家介绍了 第二个标准是逻辑合理 第三个标准是有吸引力 第四个标准是血肉丰满 那么注意这个只是基本标准 如果真正好的文章除了这四个符合这四个基本标准 肯定还有其他一些标准 但是对于新手甚至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难做到这四点已经很不容易了 或者说你如果能写出符合这四个标准的文章 投放到公众号也好 其他平台也好 都有比较大的概率 比较受欢迎 那么下面我简单把这四个标准 逐个给大家去解释一下 第一个是句子好看 我们都知道句子是文章最基本的组成部分 如果句子都不好看 文章肯定不好看 或者说你看起来很别扭 很吃力 很难受 上节课我已经给大家介绍了 如何写出好句子的实用训练方法 那么大家按照方法扎实的训练几个月 肯定能写出至少是达到主流水准的这样的一个句子 大家想要提高自己写句子的水平能力的话 短时间内如果你基础比较薄弱 能得到比较快速的提升 但是真的要达到一定的境界和水准的话 肯定是需要时间慢慢积累 以及要看每个人自己的悟性了 第二个是逻辑合理 我们写文章 文章和句子讲的肯定会有道理或者说故事 那么你讲的道理也好 故事也好 一定要能够自洽 所谓的自洽 就是能够自圆其说 有一套自己的说法和逻辑体系 你不能自相矛盾 不能前后矛盾 不能叙述混乱 要清晰 不能让人看得不明 所以这个叫逻辑合理 当然怎么做到逻辑合理 在下面我也会给大家详细的说明 第三个是有吸引力 要让文章有吸引力 或者说什么叫有吸引力 就是要让看的人看了还想看 能够完整的把你这篇文章看完 而不是说看着 看着就不耐烦了 就离开了 想让文章有吸引力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这个文章 要能给受众 给读者 带来一些他们原来没有的 不知道不了解的东西 什么叫别人原来不知道不了解的东西呢 可能有几个方面 比如说可能是知识 你的这篇文章 能给别人原来没有的知识 我们经常会在网上去看一些技能类和教程类的文章 为什么我们去看 会去看 而且可能还看得挺认真 因为它能带给我们知识方法技能 而这些知识方法技能 很可能就是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中所需要的 第二种情况可能是观点 针对一个事件 你能讲出一些道理 能给出一些新的观点 而这些观点和道理 可能是看得人原来认识错误的 或者说和他原来的想法不一样的 从而给他带来启发 那这个也是OK的 第三呢 可能就是故事 讲故事就会让人知道 想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或者会让人了解 比如说名人意识 名心 琐事之类的 会带给人一些娱乐感 娱乐感 那么这些也是别人不知道的 人都有好奇心 都想了解和自己生活不一样的 别人的生活 或者别人的故事 别人经历的事情 事件 而这个也会产生给文章带来这种吸引力 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不知道的事 我简单列举了三个 除此之外呢 要让文章有吸引力 你的句子 或者说你文章的叙述技巧 也非常重要 有些牛人啊 能够把很简单的事情 事件写的一波三折 引人入胜 那其实也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再来看 第四个标准叫血肉丰满 所谓的血肉丰满 就是说文章不能太单一 你的文章含有的知识量 信息量要足够丰富 有些人写文章 它就是频扑直序 而且信息量非常小 就是说一就是一 我讲我今天去吃了个饭 花了二十块钱买了一个快餐 吃完了我就回到学校上课去了 就把这个事情讲完了 然后文章就结束了 信息量太少 你的文章呢 就不能给人带来新东西 或者说很单一 很单一很单薄 你的文章就没有吸引力 读起来呢就会非常干燥 所以我们写文章 除了频扑直序 或者说引入简单的一些修辞手法之外 还要引入大量的什么 素材 比如说故事 案例 笑话 经典句子等等 所谓的旁征博弈 文采 非然 就是这个道理 能够给简单的事情讲的不简单 或者给简单的事情讲很多类似的 又有点不一样的事情 把它组合起来 让你的文章感觉很丰满 很立体 那这个文章 别人就爱看了 想要做到这四点 那句子部分 我在第一节课已经讲完了 这三部分 下面呢 我就会一一告诉大家具体怎么去做 那么这个是给大家说完了一个 血肉丰满 有吸引力的文章的四个标准 我们了解了这四个标准了 其实大家也产生了一个评判体系 至少以后你们写完文章 再回过头去看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这四个标准去套用你的文章 看一看你的文章到底符合了几个 如果有哪一个不符合的话 那至少说明你这个文章是有改进 有提升的空间的 给你未来写作 以及自我提升 带来了一个方向 那下面 我们就进入到第二部分 就是文章的逻辑 或者说 怎么样去操作 才能够让我们的文章 变得逻辑更加清晰 结构更加分明 任何文章我们都知道 它都是有脉络的 所谓的有逻辑 就指的是我们的文章脉络清晰明确 不会互相交叉或者说错乱 比如说你写小说写故事 那你总该有支线 有主线 有主角 有配角 总会有一条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去发展 如果你写的时候 很小的篇幅去写主线 很大的篇幅去讲这个支线 讲那个支线 你这个故事或者小说 看起来别人根本就不知道 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 根本就不想看下去 或者说你去写那些论述文 现在公众号也非常流行的 这样的一个文章的话 你会发现 它必然要有自己的主要观点 和中心思想 然后为了论述这个主要观点和中心思想 它会有若干个支撑的观点 为了讲清楚这个支撑的观点 它还会举案例 做对比 讲道理等等 这些就叫文章的逻辑 也就是说 不管你写的是什么类型的文章 这种脉络其实都是存在的 只不过呢 因为体财的不同 这种逻辑在形式上可能会有所不一样 所以好的文章 大部分都会有明确清晰合理的结构 这样看文章的人 他会觉得舒服自在 自然很容易 既然舒服了 他就容易看下去嘛 所以我们也对比一下 为什么很多新手 尽管写文章的时候写得很认真 很用心 但写出来的东西 还是经常会逻辑不清晰呢 往往就是方法出了问题 不是态度出了问题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 新手写文章 它的写作方式是怎么样的呢 新手的写作方式 我往往把它称之为几个特点 第一冲动驱动 第二直来直去 什么叫冲动驱动啊 举个例子 就比如哪一天 我突然有了一个创意 有了一个点子 很激动 很想写东西 然后呢 我就马上拿起笔 或者打开电脑 就开始写了 这种叫写作冲动 只靠写作冲动去写文章 我把它称之为叫冲动驱动型的 一个写作 直来直去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既然想写了 我就拿起笔 或者说我打开电脑 然后我就想到哪里 我就写到哪里 这叫直来直去 这样子的话 你会发现经常会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写着写着就发现写不下去了 或者说越写越痛苦 肚子里好像没有什么祸了 或者说写着写到后面忘了前面写了啥 出现各种自相矛盾和错乱的这种情况 要么就写这种情况下 要么写到一半就放弃 要么就硬着头皮写 但是写出来也是狗屁不动的东西 质量非常差 自己都不爱看 更不要说这些读者了 那为什么会出现刚才说的那几种情况呢 让人写写不下去 或者写出来质量不好呢 就是新手的这种写作方式 它到底出现哪些问题 我认为最核心的两个问题 第一点就是逻辑 这种冲动驱动和直来直去的写作方式 作者往往在写作之前 并没有充分考虑好 这篇文章应该怎么写 它的主旨是想表达什么 为了表达这个主旨 又需要从哪几个方面着手去写 没有梳理出清晰的逻辑结构出来 想到哪就写到哪里 也会出现什么 就我前面说的 写到后面就忘了前面 或者说自己都没有发现 自己一篇文章前后 不同的观点出现 自相矛盾或者不够严密的地方 因为缺乏全盘考虑还会出现什么 写着写着 你只想到了前半部分 后半部分根本就没有构思 写到那里之后你就卡文了 想不到下面应该怎么写了 这都是逻辑带来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是知识 我们写文章啊 不是说你想写就能写的 你能写出什么质量的文章 写出怎么样的篇幅 取决于你有怎么样的积累 做了哪些方面的知识储备 任何东西写 不仅仅是我做写 这个动作这么简单 我写我是要思考的 我是要有什么有观点 有知识 有相关的储备的 你没有这些储备 你是写不出来好文章的 有的时候你很想写某一个主题 但是呢 在这方面缺乏足够的积累 造成什么情况 造成的情况就是你写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你肚子里没有货 结果是怎么样的 因为你很想写 所以你就去写了 这种情况是为了写而写 而没有根据自己的情况 根据自己的准备去写 当然结果就不会好 这个时候你最应该做的 不是说我为了写作 我就天天逼着自己去写 而是去做积累 做什么积累 你应该去读书 做好相关的知识储备和素材储备 所以前面我就给大家梳理了 新手的写作方式和它存在的问题点 而这种写作方式和问题点 就会导致你写文章不开心 不快乐 写得很痛苦 很纠结 效率非常低 写出来的东西还不好 而要解决它也非常简单 就是要改变自己的写作习惯和写作方法 那么在这里就有一个 今天课程第一个核心部分 叫正确的写作方法和写作习惯 我把它称之为叫什么 正确写作的六个步骤 正确写作的六个步骤 我先把这六个步骤 一一给大家梳理一遍 第一步叫确立主旨 第二步叫梳理逻辑 第三步叫调搜集素材 第四步叫调整逻辑 第五步叫正式写作 第六步叫修改完善 我认为假如说你是一个有基本追求的人 希望我既然开始写作了 希望我就写出一点像模像样 有质量能给人带来帮助的这样的一个文章 那么你就应该采用这个叫正确写作的六个步骤去操作 那么这六个步骤 我下面的每一个步骤都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在实际操作中怎么去做 第一步叫确立主旨 如前所说我们去写 不管你写小说也好 你写论述文也好 或者其他题材的文章也好 你任何一个写作总会是想去表达一个什么东西 而这个东西就叫你的主旨 而确立主旨 就是说我们在正式写作之前 必须得明确下来 你到底想写什么 你的观点是什么 这个是第一步 第二步叫梳理逻辑 前面我讲的新手写作问题 冲动驱动和直来直去 最大的问题 我刚刚说是逻辑出了问题 这种逻辑出了问题 就是缺乏全盘考虑导致的 而梳理逻辑 它的核心意义就是写之前想好框架 相当于是 它要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目的 就是我们正式动笔写之前已经全盘基本考虑好 完全考虑好是不可能的吧 而写之前要想好框架最好的一个方式 就是用思维导图去做 比如说我今天讲课 大家会发现我针对一个点不断的去发散 写好文章先立标准 然后再说怎么做好文章的逻辑 标准又有四个标准 这样子发散它是不是就像一棵树一样 不断的分出分支出来 而这个树就是我今天讲课的一个逻辑框架 相当于以后怎么样呢 我讲完这节课之后 你甚至不用再听一遍 你看这棵树 你就知道我讲课的内容和思路了 那么写文章也一样 如果写之前 我根据自己要表达的点 不断的去细化的话 最终我就会长出一棵树出来 这棵树画出来了 也就是思维导图画出来了 我这篇文章每一个部分大概怎么去讲 我都非常清楚了 对不对 这个就叫思维导图工具 对我们写文章去梳理逻辑来说 是非常非常好用的一个工具 像我现在在用的这个工具 叫MindNode MIND 但是这个工具是苹果电脑下的一个工具 因为我们都知道 中国大部分用的还是Windows电脑 那么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个工具 就是这个XMind 它的功能和这个MindNode是非常类似的 差别就是功能比这个软件强一点 但是界面比这个软件丑一点 举个例子来说 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 就是普通人如何做好PPT这样的一个文章 实际上我写文章之前 我就已经把这个文章的 我就已经把这个文章的逻辑框架都已经梳理出来了 比如说 我这篇文章核心就是为啥你做不好PPT 或者说普通人如何才能做好PPT 那我当时简单思考的时候 我不是说马上就打开写作软件或者说拿起纸笔就开始写 我当时就做了一下这样的梳理 我就想 我既然要写这篇文章 那么很简单 第一 我要先分析现状 描述现状 就是现在很多人很想写好PPT 做好PPT 但是就做的不好 存在哪些不好的情况 他们遇到哪些问题 这个是我文章的第一部分 具体什么问题 我当然不用写出来 我现在是梳理框架而已 那梳理完 描述完现状之后 是不是要分析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那这是我第二部分分析原因 我仔细想了一下 我想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是态度问题 比如有些人不认真 有些人觉得认识错误 觉得做好PPT是专业人士才需要 做的事情 而普通人是不需要做好PPT的 然后第二种是方法问题 比如说我发现大部分人学习PPT 只专注于工具的学习 而不是一些相关技能拓展的一个学习 当然这样子的话 你就写不好PPT了 那么我就把这种原因 给一一分析出来 每一个部分我其实 你看我写的不多 只是写了几个字 对吧 但是这样子是不是很清晰 我的这个逻辑 第三 分析完原因 找到根源之后 我是不是要给出解决方案 给出方法 首先根据这个意义对应态度问题 那就纠正态度和理念 要认真 也要树立起普通人也能做好PPT的 这样的一个理念 方法问题 我就要对应正确的方法 比如说排版怎么做 字体怎么做 配色 逻辑怎么做 那我基本上我就把这个逻辑梳理出来 梳理出来之后 这篇文章我应该怎么去写 是不是大家听完我讲 讲这个图之后啊 都会有一点清晰了 我自己就更清晰 那正式去写的时候 我就按照这个框架一部分 去具体完善它 把文章写出来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大家想一想 用这种方式去写文章 首先 梳理这个图难吗 不难 对不对 每一部分只是几个字嘛 只主要是思路 把它用结构化的图形给表达出来 第二 根据这个文章去写文章 效率会 根据这张图去写文章 效率会提升呢 很明显肯定会提升 第三 我有这个之后 第一 我会出现 写到一半不知道往下写吗 我写到态度问题之后 我会不知道往下写吗 知道啊 因为我这里已经梳理完 要写方法问题 写完分析原因之后 写什么 我知道吗 知道啊 这里 下部分要给出方法 另外呢 它也不会出现自相矛盾 为啥 假如出现自相矛盾 我在这张图就很容易看出来了 同时它结构也是很完整 为什么呢 我在这里讲了两部分 我下面也是讲两部分 结构上它是很严密的 一一对应的 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这里呢 描述现状 分析原因 给这方法 它是一层递进的关系 那这样子写出来的文章 你有思路 结构也很严密 至少在从这一层面上看 你写出好文章的概率 是不是就大大提升了 效率和速度 是不是也提升了 所以回到我刚才说的这个主旨 想要你的文章好 梳理逻辑 用思维导图 写之前就先写好框架 只要有了这样的框架和图 你真正开始写的时候 思路是非常清晰的 所以方法这里就是用思维导图 工具 用XMine这个软件 大家可以去下载 也是免费的 那么同时有一个前提 这个我相信大家听我讲完之后 这个肯定也会浮现这个问题 我刚刚去写那个PPT的文章 我能很迅速的去梳理出 这个框架出来 肯定是有前提的 因为我对PPT非常熟悉 我很了解大部分人 写PPT遇到的问题 我知道原因在哪里 我能给出解决办法 因为我确实在PPT方面 是比较专业的 那想一想 如果说我自己都不了解这个东西 或者我自己都做不好PPT 我怎么可能能去梳理出 这一张图出来呢 显然是不可能的嘛 对吧 它不仅仅是画这么简单 背后的思考和你的积累 你的知识才是核心 这就联系到了我前面说的 要做好知识准备和素材搜集 写文章 显然不可能说我总是去写自己不专业不了解的方面 你一定要写自己熟悉的专业的主题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而知识储备这个东西来不了半点虚假 全靠平时的积累 不是说用什么方法和技巧就可以弥补的 你不会PPT 我也不可能说跟你讲 一个方法就解决你这个问题 你得去做 你得去长时间学习 对不对 那平时的积累我就不说了 全靠大家自动自觉 下面我想给大家说一说 我们真的准备写文章的时候 应该如何去做好应急的知识和素材储备 那么回到我刚才说的这六个顺序 写文章是在第五步 真正写文章前面写之前 我讲完了这些东西之后 有一个搜集素材 对不对 那么也就是说正式写的时候 我们应该先不看任何资料 自己梳理出第一版本的逻辑框架 也就是在第二步的时候 这样子我就相当于画出类似一张 这样子的一个图出来 那我们就进入第三步 叫搜集素材 素材方面有几个方面 相关书籍相关文章 相关素材相关调义 就是我们搜集素材 到底去搜集哪些素材 举个例子 还是说回我刚刚说的那一篇文章 就是普通人如何做好PPT这样的文章 假设你不像我在PPT方面这么专业 只是懂一些 但是呢又不算专家 那么应该如何尽量写好这篇文章呢 第一你肯定要去购买PPT相关的一些书籍回来看 努力让自己在这方面变得专业一点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你要去看书 第二呢你可以去搜集别人 关于这个主题或者类似主题的文章 认认真真的去阅读 而且要多阅读几篇 曾经有一位文章写得非常好的前辈 曾经这样跟我讲 他说想写好一篇文章 假如你有非常高的要求的话 最好阅读100篇 左右相关文章 而且是不同的人 不同思路的文章 这是努力问题 更是态度问题 如果你用这样的一个态度 去写文章的话 我相信再差都不会差到哪里去 光这样还不够 光这样还不够 还有相关素材 比如说段子 故事 笑话 经典 句子 等等 也就是说你写文章 如果想让它好看的话 最好还要去搜集和这篇文章相关 能用在这篇文章不同部分的一些段子 故事笑话等等 这一部分我在下这节课下一部分的内容 就还会再解释 这里就简单说明一下 第四是相关调研 比如说我写的是普通人如何做好PPT 它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普通人 解决写PPT相关的一些问题 那最好你写这篇文章之前 是不是要去问一位需要做PPT的这一群人 比如说身边的朋友啊同学之类的 问问他们在做PPT的时候 遇到哪些问题和苦恼 最大的困扰是什么地方 做好这些调研之后 你才能了解什么 了解目标读者的问题和需求 我们写文章肯定是为了解决问题 你如果连问题是什么都不知道 或者说都是你自己凭空瞎想出来的 你怎么能保证你这个文章是有用的 能帮到人有吸引力的呢 是吧 这些工作都做到位了 相当于搜集素材 我把这几个步骤都做完之后 我要再回过头去看梳理逻辑这个阶段 画出来的这张第一版本的图 你就会发现这个版本的逻辑框架 肯定很多地方需要补充 很多地方需要完善 很多地方需要修改 那么相当于做完搜集素材 除了有很多素材之后 我还应该去怎么样啊 调整逻辑 这样子我就能画出什么 画出第二张逻辑框架的思维导图 有了这张相对比较完善的思维导图之后 我们才开始谈到写这件事情 也就是正式写作 因为前面你做了大量的积累和学习 一般来说到这个阶段 你的思路和写作都会非常顺利 很快就能把这篇文章写完 写完之后不要着急去发表 或者说给别人看 最好怎么样呢 有个建议写完放两三天 把这篇文章给忘掉 忘掉之后过两三天 再回过头去看这篇文章 你一定又能发现 有不好的地方 再继续去修改一两次 也就是这个进入到第六个步骤 修改完善 把这个步骤都做完之后 相当于说你才算完成了 整个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 这个就是今天我想给大家讲的 一个核心部分的内容 叫正确写作的六个步骤 大家想一想 假如你写每一篇文章都本着认真负责 要对读者负责任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然后严格按照这六个步骤去写的话 是不是写出来的文章的质量肯定会和原来大不一样 能得到很大的提升呢 同时你的文章想出逻辑问题 概率也会大大的降低 那么这个是今天给大家分享内容的第二大部分 文章的逻辑部分 下面给大家讲文章的血肉 也就是说怎么样让我们的文章血肉丰满 看起来生动活泼 大家回想一下 我们每一个人都 还小的时候大人都喜欢给我们讲道理 但是呢 我们都不喜欢大人给我们讲道理 因为单纯的道理 往往都是非常生硬枯燥 很没有意思的 与此同时呢 我们都喜欢听故事 因为故事听起来生动有趣 吸引人 写文章也是非常类似的 很多人一不小心 写文章就变成写成了讲道理的文章 虽然说大部分情况下 我们的目的写文章是为了讲道理 讲知识 但是想要让人把你的道理听进去 就绝对不能说你的文章只有道理 你必须有很好的方法 很好的素材 把这些道理给包装起来 从而让你的文章显得好看 才能让读者有耐心看下去 那么我们来思考一下 为什么道理不好听 故事好听呢 因为故事它有人物 有事件 和我们的生活是比较贴近的 而道理它纯粹是逻辑的表述 距离我们的生活是比较遥远的 距离生活近 就容易听进去看下去 就这么简单 所以呢 要让我们的文章血肉丰满 就是要往里面插入大量相关的故事 段子 笑话 素材 道理和逻辑 打个比方来说 它就像是我们一篇文章的骨骼 而故事素材 就像是我们文章的血肉 一篇文章 只有骨骼是不行的 它还要有血肉 这篇文章才能生动 这就回到刚才说的六个步骤 为什么要有第三步 叫搜集素材 这个就回应了前面我提到的这一点了 要想有这些素材 我们就要平时注意积累和搜集 而不是说真正写的时候 才急急忙忙的去找 这样子 找的往往数量不够 质量也不够 这个素材的搜集 每个人都有一些方法 下面是我个人的一些做法 供大家参考 第一 随时记录的习惯 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啊 就同事同学会给我们讲故事 讲笑话 或者说自己突然会想到 创作出一个好的笑话 那么平时我们听到好的故事笑话 要养成一个随时记录的习惯 听到之后就把它记录 因为人的记忆往往是非常短暂的 你听到的时候 当天可能印象非常深刻 过几天你可能就已经把它忘了 然后呢 某一天你写作的时候 最痛苦的是什么 你能想到曾经听过某一个笑话 或者是故事 用到你的文章里面是非常合适的 但是你偏偏硬是想不起来 这个故事或者说笑话的细节了 那个时候你就会无比纠结 往往你再也找不到它了 而如果你能养成这种随时记录的习惯的话 那么你就把你的记录翻看出来 就可以了 第二 这种随时记录啊 往往要取决于我们的运气和缘分 正好某个人给你讲了才可以 只靠这个积累的素材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我们还要做好一个工作就是平时注重有益的积累 怎么样有益的积累呢 就是平时要多去看相关的APP网站 微信公众号里面有很多很好的素材的 然后呢 把看到你认为有价值有需要的东西给收藏 整理好 比如说像我经常会看哪些呢 我经常看的一些平台也介绍给大家 比如说简书 比如说豆瓣 比如说知乎 火壳网 公众号 还有因为我还看一些英文的 medium quare 这个是外国版的知乎 同时呢 也会看一些娱乐的 像 内涵 段子 糗事 百科 有意思吧 等等 还有很多很多 我不可能把它都列全 那么这些 里面都有很好的文章 或者很好的段子 很好的故事 等等 那么你每天都花一定的时间去阅读它们 然后把有价值的收藏到自己的一个专用的软件里面去 随着时间积累 你的这些素材越来越多 后面就能达到什么 不管你写什么体材的文章都能信手拈来 第三 我们自己经历的人 经历的事 或者说身边的人 经历的事 身边的这些人自身的经历 对我们来说就是最好的故事和素材 但这些事情 我们你能想起来上个月你经历了哪些事吗 或者你身边的人经历哪些事吗 你如果不注重去记录的话 很快你就忘掉它了 所以我们还要养成记日记的好习惯 把自己每天经历过的 值得记录的 或者说你听到的 或者身边的人经历的 值得记录的 有价值的这些事情故事 通过日记的方式 给记录下来 那么大家只要把这三点做好 不要说时间长 一两个星期或者说一个月 你会发现你写文章的时候 可以供你去填充到文章里面的这些好的素材 就越来越多了 就够你用了 那再继续坚持积累 后面你就渐入加进 这个是搜集方法 工具 用什么东西来搜集呢 我个人很喜欢的印象笔记 或者说国产的有道云笔记 或者是为之笔记 这三个我觉得对大家来说 第一它都不用钱 第二它都很强大 通过这个笔记软件 帮助我们去搜集APP 公众号或者网站上的很多文章 搜集的方法也是非常简单的 但是因为这不是这节课的重点 我就不详细展开了 我就做一个最简单的演示 比如说这个是我经常看的一个网站 叫简书 假设我看到这篇文章 很喜欢 但是这个文章如果我不收藏好的话 以后第一网站可能自己就把这篇文章删掉了 第二呢 可能我自己再也找不到它了 怎么办 我们可以把它保存到印象笔记里面 把浏览器里的文章保存到印象笔记 这个是它自带的一个功能 我只要点一个这个图标 保存就结束了 那我就不实际操作了 请做演示 包括公众号的文章也非常容易保存 这一块的方法 大家去看相应的教程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是工具 也介绍给大家 还有两个注意事项 第一个注意事项 因为你每天都在阅读都在保存 你会发现迅速的你的文章里面的素材就会很多很多 如果乱七八糟堆在一起的话 最后你还是找不到 所以要做好什么 归类整理 要给你的收集的这些啊 分类存放到不同的文件夹 或者打不同的标签 那这样子以后找回去才比较容易找 第二呢是要经常复习 也就是说你经常至少 你要比如说一周要回过去 把最近整理的这些东西阅读一遍 你才能知道你的素材库里面大概有哪些内容 那你写的时候 免得说你都回想不起来 你素材库是否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素材了 那么这个是注意事项 只要坚持把这些东西做下去 以后你就有大量的素材可以写文章的时候 可以用 把它最适当的素材 用到最适当的文章的部分 就能够迅速的让你的文章变得血肉丰满了 最后作为第四部分 给大家讲一下补充技巧 让我们的文章有血有肉 和有吸引力的一些补充技巧 技巧一叫反差 什么叫反差 违反逻辑常识的观点叙述 它能够给人带来强烈的突兀感和好奇心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这么奇怪的观点呢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而这种好奇心就能够大大提高你文章的吸引力 举个例子 大部分年轻人都会产生这样的一个观点 年轻人要省钱 不然的话以后做事业就没钱嘛 那针对这个观点我个人是不太同意的 所以我之前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叫年轻人的消费观 大概这样的文章 它是什么 不是叫年轻人要省钱 是倡导年轻人要舍得花钱 东西要在能承受的范围内尽可能买最贵最好的 同时还要花很多钱投资自己 因为这个观点和常识 违背了很多人的观点和他的形成的这种观念啊 那么看的人肯定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想法 为什么我会提出这么奇怪的观点 我怎么去自圆其说呢 那自然而然就吸引他把这个文章看下去了 用反差来吸引人看文章 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开篇名义 什么叫开篇名义啊 就是在文章开头 你就要把你这种反差的观点抛出来 如果把这个观点放到文章中间 意义就不是很大了 这个叫反差 第二个叫悬念 在文章中设置一些悬念 也是增加文章吸引力很好的一个办法 举个例子 下面我给大家看一个文章的开头 这个开头我就打出来吧 给大家看一看 大概是这样的 比如说二狗子 我把字放大一点 是村里最凶悍的地平 是村里最凶悍的地平 方圆三里 无人敢惹 连林村 连林村 一霸 王大 看到他都要退避三神 可是 可是今天二狗子却被人打了 很惨的那种 不但如此 据 也没想到 假设就写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文章 看完之后 往下看的 所以呢 文章后面会写什么 读者往往是不知道的 而预期这种写法 就是提前告诉读者 你会看完这篇文章 你会获得什么 把预期告诉人家 从而吸引读者 安心的把文章看起来 可能这样大家不是很好理解 我再来写一个开头 大家就明白 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了 比如说 下面这个句子 下面一个文章的开头 大家都知道 做好PPT很难 可是这篇文章 和你看过的教程不同 因为它已经帮助 超过十万人 掌握到做好PPT的真谛 文章里介绍的方法 简单 简单易学 实用性强 只要认真看 认真看完实践 你也能做好PPT 假设 一篇文章 PPT教程的文章 它开头是这样子的 相当于是什么 它先把看完这篇文章 能让你收获到什么 抛出来 如果看的人 确实很想学PPT的 他一定会认真看下去 而后面的文章 内容如果质量不差 那么这个阅读下去的概率 就很高了 这个就叫预期 做好这个最重要的是 你的预期一定要写得很真实 让人相信 确实看完这个 能收到怎么样的收获 就像我刚刚写的 它用一些数据来提高 这种预期的真实性和煽动性 这是第四个技巧 第三个技巧 第四个技巧叫冲突 所谓的冲突 就是把文章中最具有 戏剧性冲突性 矛盾性的故事片段元素 放到文章的开篇 这也是增加吸引力 很好的一种方法 我再给大家写一个开头 来感性的认识一下 比如说这样子 比如说我写一个 类似古典小说 这样子的一个开头 王大喜欢打架 不信的是 李三也是 这个用的是我以前 用告诉大家的短句的 这样子的一个技巧 更不信的是 他们有仇很深的那种 两三句话 就把背景交代清楚了 王大 扇刀 李三 号剑 拿刀的 王大 遇到 李 提剑 的 李三 的李三 谁也不知道 会发生什么事情 现在 他们正好 遇上了 王大 拿着刀 李三 提着剑 好 假设 我就花一两分钟时间 现想 现写 写出了这样子的一个开头 用短句的那种风格 那么这种冲突的写法相当于是怎么样 先简单交代了背景 然后马上 仇人 拿着自己最擅长的武器 狭路相逢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他就会通过这种冲突 营造成 一种吸引力 让人知道这种冲突 是如何解决的 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样子一说 大家就应该清楚 所谓的冲突的 这种技巧 是怎么去做的 第五个技巧 叫递进 什么叫递进呢 就是 在情感上 方法上 从平淡 到浓烈 从简单到复杂 层层递进 而这种递进 能够让人读来 渐入佳境 不知不觉 就把你的文章给读完了 我们回想一下 事实上 现在大部分文章 最常采用的 就是递进的这种技巧 前面的四种都比较少用 比如说 最常见的论述文 它经常会是怎么样的 举例 例子一 它会在表述上会是 首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其次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再次 怎么样 最后怎么样 是不是看到过这样的文章啊 例子二 你会发现 有些文章是这样说的 先抛出观点 叙述的时候 第一怎么样 第二怎么样 第三怎么样 这几种 其实都是一种递进结构 这个我相信 每一个人都会用了 实在太简单 我就不详细说了 当然 除了这五个补充技巧 还肯定有很多其他的技巧 那么时间关系 就 也不可能全部都讲完 那这样子 基本上 今天 给大家分享的内容 就全部讲完了 通过这些技巧 就能够帮助大家 去写出 有血有肉 有吸引力的好文章 最后 是作业 两个 第一 写一个 一千字 以内的短篇 小说 可以 大家可以脑洞大开 比如说 武侠 或者玄幻 玄疑 侦探 惊悚 都没问题 但是一定要什么 最好能把它写的 引人入胜 有吸引力 有血有肉 第二呢 是写一篇论述文 主题不限 大家随便写 字数也不限 这个就是今天的作业 那么以上 第二节课就全部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认真学习 实践积累 然后去完成作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